一個很繽紛 也很繽紛 很有開心的感覺的托款 這個是一個左右不同的風格 一邊是冰字 一邊是一個花系的圖案 都蠻色彩的 如果整件來說 都真的有些花 但是它又很巧妙地 真的設計了一邊 而且在另一邊 就配襯了一些冰字 令整個的設計感 那個平衡感都拿捏得很好 可以關閉看看 這個是兩個色的 粉紅色和灰色 其實如果你單看這個 可能整件都覺得有些超過的 但是它真的平衡得很好 而且它不是正宗的一半 我想三分一左右 如果超過我來說 你會覺得是三分一左右的一個比例 所以整個的風格 不算太誇張 也比較容易消化 我特意搭配了一個比較女性的風格 其實我拍照的時候 搭配那個再女性一點 我看看一會兒 能不能搭配那個風格出來 因為我不記得我拍照搭配什麼 我現在特意搭配了這個 比較A-line的西褲 這個是湧鳥的西褲 是偏斯文一點的 都搭配得挺有驚喜 因為這個呢 你單這樣看 你都會覺得它是一個 偏 casual一點的衛衣款 這個的確是一個 豬地的衛衣料來的 但是我就真的想把它搭配得比較 lady 因為有花 始終有一些花的圖案 而且它的字體都比較 lady 是的 它的設計的字體都是 lady 所以我覺得 如果搭配斯文一點的風格都OK 不一定單向搭配牛仔褲 的 casual的風格 是的 lady 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這個版型就是一個 由美去到很寬鬆的 就是一個 casual的衛衣 cut 但是它的拼接的效果 令到那件衣服是再豐富一些 而且它的平衡感都做得挺好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因為它一些設計的花 設計的字的線條 以及一些花的圖案的配搭 我就覺得可以配搭一些比較 比較斯文一點的元素都沒有問題的